龙傲天指的是那种主角刚出场就实力那天 外挂望深 各种装逼打脸 一切为了让人看爽的新闻思路 最典型的叫做不叫好题材 永远有人看也有人骂 看的人和骂的人永远一样多 如果夜夜有一条黑红路线 那龙傲天毫无疑问就是夜界群星闪耀之时 然而一切都不能阻止它始终是这样令人费解的火热 所以这就是本期视频的主题 让我们来聊一聊龙傲天作品的渊源与魅力 龙傲天一词最早出现一部2006年的老电视剧 少年包青天之天盲传奇第九集中 公村色朝衡展昭孤陋寡闻 展昭就随便编了个名字反唇相机 那这位郑王是谁啊 你是宋人吗 郑王是谁你不知道 那天见龙傲天你知道是谁吗 谁啊 你是宋人吗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高手 你居然不知道 显然这个所谓龙傲天 只不是个随口胡舟的名字 但在古装剧和武侠小学中 天这个字一直是霸气与强悍的代名词 像是倚天通融记 名叫前教主杨定天 小江湖日月神教光明左使相闻天 绝代双脚里的大侠燕南天 风云二的大boss地势天 等等等等数不胜数 起名时带上一个天字 就能将角色的逼格瞬间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在于我们自古以来崇拜的图腾龙伟性 再加上一个代表威严的傲字 龙傲天一词 自然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装逼代名词 此后这个名字就时常有人拿来东施笑评 尤其在上个十年的大网文时代 更是泛滥成灾 网文脸的第一位龙傲天 至今已经无从考究 但根据T8各位老书中所言 最早起名为龙傲天的主角 很有可能是来自一部 2011年的游戏题材小说 网游之傲龙传说 作者将顺序改了一下 把主角起名叫龙天傲 网名就叫傲天龙 情节就是什么 河暴东京 决战伊拉克 完赚美国 一人吊打所有国家 把各路神仙按在地上吹 极致的歪歪 极致的撞逼 可以说是那个不带脑子的 小白文时代的缩影了 而起名龙傲天的网文 肯定不止他一个 这就像经常被吐槽的 网文界四大家族 叶林消除 十本玄幻文 七个主角叫什么什么凡 和斗魄苍穹式的传统升级流不通 这种剧情薄弱 人设空洞 无脑装逼 一路攻略的行为模式 就为观众吐槽为龙傲天 属于模板化 网文时代所产生的糟粕 而这种模式 也不是网文界的专属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 动漫业界也带上了一大批 在后来被吸称为 厕纸的低成本无脑 装逼战斗番 于是观众又借用 隔壁网文界的说法 将这类便宜的话 也称之为龙傲天 这两批作品 不能说是毫无联系 只能说是臭味相投 你妈业界人心不古 夜夜笑你不懂观众 这时候 我们就要来上一波 灵魂提问了 龙傲天作品都很优秀吗 并不是 龙傲天作品都很好看吗 也不是 那么龙傲天作品 都会有人看吗 那不仅是有 简直是躲到要吐哦 这咱就奇了怪了 啊 说好的观众是上帝呢 难道上帝其实是奥九 骂给骂 该买的单分号都不差 哎 说到这儿 我们就有必要 扯一扯更深的渊源了 看看在另一段时期 龙傲天文化 是种怎样的存在 在20世纪 西方的同人文学界 诞生了一个 如今人尽皆知的名词 马力苏 来自于70年代 科幻文化流行的那段时期 你要知道 同人文这种东西 可不是尽疆特权 在那个时代 就已经诞生了 大量科幻作品的神奇二创 但毕竟那时的创作环境 毫无规则和约束 没有职业道德 所以下线的低水平同人 是非常恐怖的 他们创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自我一银 剧情 人设 逻辑 文笔 都极其抽象 狗看了狗斗摇头 抽一对这类作者的抨击 1973年 本次杂志编辑 保拉·史密斯 以麦瑞苏为女入爵 写了一篇恶搞 星际迷行同人作品的 同人小说 提挡下 所有一银要素于一体 万种浮夸嘎吹于一身 一举确立了 马力苏这个词的 风神地位 所以龙奥天这个词 也有个称呼叫 南版马力苏 这段历史就告诉我们 双文是不分性别的 而比马力苏更早的 还有一部 1943年播出的 美国老动画 与猫和老鼠 同期且同一制作公司 能让很多人 暴露年龄的 经典搞笑动画 德鲁比 本范的核心特色 就在于主角德鲁比 这只小白狗 永远是一副 昏昏欲水的面谈恋 但连在15年间 打遍天下无敌手 几乎从来不吃别 任何对手 都非他一核之敌 各种能让杰瑞和汤姆 一起直呼内行的 王者操作 昏昏昏在搞笑翻里 混成了战力天花版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动画史上 最早的鱼塘剧 尤其是对手 花尽心思想战胜德鲁比 结果这会争着死于 也面无表情将其 一一反杀 就给予一种 无所谓 我会出手的 高水准装逼干 算是动画史上 最早的龙奥天主角 这段历史就告诉我们 双文是不分时代的 所以你看 无论哪个时代 哪种熄灭的观众 对于龙奥天的需求 都是统一不变的 那么就又回到了 我们最初的起点 龙奥天作品 到底有何魅力 这是一个老生常常的话题 答案也很简单 就一个字 爽 你那时候一日三餐 没有米饭包子 但肯定不能接受 上厕所不带厕纸 龙奥天作品的存在意义 就在于此 不用花心思选翻 不用废脑子思考 不用多讲究内涵 只是点开一部 播放量够高的 全程啥也不用想 就跟着单步仔的乐 乐完了发现 好象观感还挺行 五星好评 让你乐的是 他俗套的装逼打脸 后公平推 让人尬的同时 也让人笑 而你觉得行的部分 才是龙奥天作品的 真正美丽 是让他们从 漫山遍野的烂作中 跳到你眼前的 原动力所在 其关键点也不过是两个字 操作 说白了 就是龙奥天虽然公认的 没脑子没逻辑没剧情 但至少还是得有一点点 一点点就行 只要把这一点脑子 分配到合适的位置 在海量的同行衬托下 绝对能让这部作品 显得意义生辉 Overlord是公认的 意识业龙奥天代表作 古王的设定 换到任何一部网门里 它都是无敌流 但偏偏作者给它 加上了个思想敌化的设定 直接改变了 整个故事的格局 焦点与看点 一下子全都有 甚至敌化这项要素 至今在业界影响深渊 T0级别的 制斗翻游戏人生 本质上也是一部龙奥天 质卯上的龙奥天 毕竟男女主空白 开局即无敌 打遍天下未尝一败 就算局面逆风 也能有惊无险地 绝地翻盘 但偏偏作者把制斗游戏 设计得精妙绝雷 让你不带脑子 根本就无法融入氛围 这就是一流作者的操作 龙奥天说到底只是个框架 是拿来讲故事的工具 龙奥天是很大众化 很流行 但生拉硬拽套模板 写手的爽闻 噱头再足 也只能回到他该剧的粉类 而那些通过作者的微操 兼顾剧情人设与爽脸的用心作品 才能真正展现出龙奥天的魅力所在 不过龙奥天虽然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元素 但毕竟观众的审美是变化的 人与人的思想是不能一概而论地 如今在硬玩黑身残 是百分百会暴死地 十年前的后功福利 放到现在是要被重拳出击地 龙奥天也是要顺应时代做出改变地 上面跟大家提到的 至少都是七八年前的作品 再过几年也将成为旧时代的残道 这就到了本期视频的最后一点 从一个观众的视角出发 我现在想看到的龙奥天 该是什么样的呢 不管怎么说 创作一部龙奥天 本质上还是要让观众看到一个爽子 但多年以来 业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多了 我们看过装逼打脸的爽 看过上门摆给的爽 看过智商碾压的爽 看过一路平退的爽 观众的爽点基本已经被开发完毕了 你可能觉得早就全部摸到 业界已经没活了 但其实不然 这我就要提到我前段时间 沉迷网文不想更新时 无意间刷到底部武侠小说 他以上半年流行的游戏 师傅的设定为烂本 主角能无限复活 每死一次年龄增加 功力也增加 死法越华丽 复活后增加的年龄和功力就越多 当然主角的寿命是无上限的 所以虽然主角越死越强 但白给是万万不行的 你得想方设法让自己死得壮烈 死得好看 死得深入人心 也就是说 主角必须挖空心思成为侠之大者 各种舍己救人 一记当千 一弱胜强 挑战黄泉 为民请命 最后再含着热血澎湃的台词 慷慨赴死 然后下一秒 接官而起 继续送死 继续变强 很杀掉的一部网文 但官感成的超爽 他明明是商机流 不是老老天 但作者对爽点的把握 却是出人意料的精准 真正让大家爽到的 不是他装逼的过程 也不是装逼的结果 而是主角装逼的缘由 虽然本质上 他装逼的目的是为了好死 但论计不论行 他一向是把外挂 用在了快一恩仇 惩奸除恶 行侠张义之上 而不是拉那街的 打脸憋三 拯救后宫 成为圣母 这些俗不可耐的 高血压桥段上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的 龙奥天的最终目标 面头通达 毕竟现在的网络环境 纷纷扰扰 不管想不想看 总会有些 让你不爽的事物 强行冲入你眼前 被欧美是 正真正血荼毒的 恶心圣母 连载到一般 图穷笔线的逆天作者 整天发表 高高在上言论的 无良资本 所以观众才会 想在龙奥天作品里 享受到最淳朴的爽感 而最爽的 也就莫过于得到 现实中所不能得到的 念头通达 寻常的龙奥天作品 难以达到这种境界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漫画家万所创作的 经典少年漫 一拳超人 一部主角龙奥天 加配角寻想剧的 神奇作品 其余老师的实力设定 堪称龙奥天的恶意 协会里的很多英雄 都无愧于英雄之名 但只有老师 是彻底贯彻了 英雄该有的理念 比起正片 很多番外短片 才是这种理念的精华所在 每个故事的转折 都会让你觉得 这才是英雄 这才称得上是念头通达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老师徒手碎饮时就唱 结果却被群众经典到的绑架 埋怨他没把碎石全挡下来 这放到一般的超英作品里 都是无解的高修雅局面 但老师张嘴就是一番怒斥 把贝尔郎全部枪死 以常人未有之力 行常人未行之事 言常人未言之言 在幻想的故事里 实现现实所不能及的畅快协议 这才是我心中龙奥天 最佳的大开放式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 胡说八道小道坦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就请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